好在这单元我们要讲的是 Excel函数应用 依销售数量销售金额跟单价最大值 然后求取其对应的产品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工作表 就说我要干嘛统计销售金额最高时 它的销售金额是多少 对应的产品是哪一个 然后销售数量最高时 销售数量为多少 然后对应的产品是哪一个 单价最高时单价为多少 对应的产品是哪一个 那这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到范例这边来看 第一个最大值成简单Mass 然后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这里没有什么 没有总价 所以我就干嘛直接把V2框起来 V2到V7框起来 乘上C2到C7框起来 然后这是正列的方式 我来求它的最大值 Enter以后 它会跟你讲最大值是25171290 然后这个值是哪一个产品呢 我们就干嘛 在下面用等号 NATCH 我先把这个值丢进来 丢进来后 我要找什么V2到V7乘上C2到C7里面的第几列 第几列Enter 它会跟你讲在第几列 注意到哦 你打算是出现第六 六是不对的 应该在第几 它不会是六哦 原因就出在你后面少了一个什么 逗点 你在里面没有跟它讲 你要怎么样一个情况 你应该是完全符合 所以你要给它零哈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到这个 要给它零 零以后才会是正确的哦 然后他会跟你讲干嘛 在第四个 CPC手机 有没有哦 好找到它是在第四个 那我要抓它的品名出来 产品名称出来 所以干嘛 Index刮壶 刮壶以后呢 你要注意到你的范围哈 A2到A7有没有 我们把范围框起来 逗点 那这边是代表我要 刚刚match是我要抓的 第几列 所以就右刮号 Enter以后 它会跟你讲 抓出来是什么 CPC手机有没有 直接就OK了 后面的都基本上就简单了 等号 NATMS 我只要抓每一个干嘛 这个是数量 所以销售数量里面的最大值 抓出来以后呢 OK 590有没有 数量最多是590 然后下面就跟刚刚一样 先用match 去抓它的什么 抓它的这个数值 去原来的范围 B2到B7里面去 去找寻它在第几列 好 又来了 你忘 我刚刚忘记一件事什么事情 逗点灵 你一定要记得 它在第二列 有没有 第二列 找完以后呢 再用index 函数 去框A2到A7 有没有 逗点 把它分割来 然后这样子来 它就跟你讲说 它是属于什么 大米手机 我主要是要传回它的什么 产品名称 有没有 那下面那个呢 单价一样 等号 match 干嘛 C2到C7 然后跟你讲 577718 那我们下 底下也是一样 等号 NATCH 瓜糊 上面的数值 在C2到C7 有没有 这个范围里面的 注意大家 逗点灵 我习惯性都没有打 有没有 然后呢 第几个 1234第五个 有没有 第五个 然后再用index A2到A7 逗点 第几列 第五列 有没有 那蓝当然是不会变动 所以我就直接用括号就好了 它就跟你讲 联务手机 那这样就做完了 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